说起跑鞋,我想每一个热爱跑步的人,都知道它有多重要了。 长期跑步,如果没有一双专业跑鞋的帮助,不仅对膝盖有伤害,跑步的效率也不会高,相信大家都有所体会。 对,穿一双硬币休闲鞋,跑步真的很累,现在的跑鞋界,可以说是百华争艳,然而在许多真正研究跑鞋的人,不是那些长流跑鞋哦,眼里,艾迪和耐克根本排不上号,最有名望的是下面几个跑鞋品牌,埃塞克作为亚洲跑鞋王者,埃塞克的地位真的是很高,也有不少人说他是慢跑鞋之王,当然这并不是浪泽失明。 埃塞克的跑鞋产品线拉得很长,从入门到进阶在的顶级,适应不同人群,从专业角度来说,埃塞克的跑鞋还要换身,支撑稳定,全空隙,对于不同脚型,不同跑步需求的人来说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埃塞克的跑鞋。 而一个跑鞋品牌想要立足,缓震科技就是重中之重,埃塞克之所以如此受追捧,离不开他的独门缓震绝技。 Jail,Jail最早是运用在航天领域的一种科技材质,上个世纪被埃塞克运用在跑鞋上。 这是一种,介于固体和液体之前的凝胶材质,具有非常棒的缓震效果。 自从埃塞克的鸡蛋实验之后,把一个生鸡蛋从6M高空往下丢到Jail缓震胶垫上倒线,在30M高空往下丢到Jail缓震胶垫上的完好无损,Jail就更是声明,大忘了,埃塞克的鸡蛋分为好几种。 而现在几乎所有的Jail罢骨刀,都加持了Jil十里矛质科技Jail,Jail亚瑟士JailK.Y.E.Rano23男子清,1390元,虽然现在已经有了Kaya lo,25,但是现在入手JailK.Y.Rano23的性价比很高,Floid Fit! 线运技术,工程网点面料,舒适贴合双脚,亚瑟士GEL-KEY-RENO23稳定跑,913元CALAMOR23的中地技术是FlightFoom,中地加上GEL缓震胶,加上Fluid-Grid缓冲设计,Dynamic Domex,支撑,带给双脚不错的支撑效果。 亚瑟士GEL-KEY-RENO24稳定跑鞋,1390元,GEL-KEY-RENO24,鞋款的中地由FlightFoom,轻量中地,加Fluid-Grid泡沫材料,加小缓震胶加Dynamic Domex动态支撑加Guidance Drastic,系统组成,Sogany Sogany是一家源自美国的跑鞋品牌,在美国享有运动鞋中的劳斯莱斯美玉, 目前它的历史也是很悠久的,超过了一百年,而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,Sogany在跑鞋上,也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Sogany自取其运,动鞋的最大特点,就是可以适应每一个人不同的脚型和步态,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跑鞋品牌,Sogany在缓震上的表现也是不错的。 从此前的Grid泡到现在的2016年推出的Evern化震技术,都是在跑鞋圈有一定的地位的。 Sogany Sogany Liberty ISO稳定保护,699人Liberty ISO,是在Freedom ISO的基础上增加稳定性的产品,在中底内侧增加了一块面积不小的TPO支撑桥,对于低足弓以及长距离跑者来说更适合。 除此之外,ISOFIT鞋面保护了包裹性,4毫米的前后跟叉更加敏感灵活。 最重要的是上底和中底,军菜用了AVRUN化震材料,脚感十分出色。 水晶橡胶大底级耐磨又两艘,很值得购买。 Sogany Sogany 2018新品Freedom is 769元Freedom ISO,是索康尼的顶级跑鞋,可以用于日常训练,马拉松长距离路跑比赛。 鞋面采用了技术,ISOFIT鞋舌系统加透气鞋面,中底技术,AVRUN中底材料,整体的跑步体验还是很棒的。 Mizuno这是一家很低调的跑鞋品牌,虽然此前流传甚广的四大跑鞋中,没有Mizuno美金龙,但是很多穿过Mizuno跑鞋的人纷纷表示,Mizuno是一家有实力的跑鞋品牌,同样Mizuno拥有自己的缓震科技,那就是Wave。 从1997年Wave到现在,它也走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,与其它跑鞋品牌不同的是,Mizuno所采用的是机械缓震,因为Wave并不是一种胶体或者橡胶,而是一种有形状的结构缓震设计。 Mizuno的Wave分为平行Wave,扇形Wave,闪电形Wave和无线Wave这四种,根据这四种类型的Wave配合各种材质,形状,构造叶变。 根据不同的需求Wave可以实现减震,支撑,并面侧翻,控制加速等功能。 在大底和中底中间使用插入波浪型的插片,利用形状型结构解决吸震,稳定的问题,将减震性能以及稳定性合二为一。 这也是美金龙跑鞋,之所以穿着能带来满满机械缓震的所在。 Mizuno美金龙高端减震满满跑运动鞋,预言GPR,1398元Prophecy期群长的Infinity with缓震板加油4ICX重地材料加可拖鞋吸震鞋垫,带来出众的缓震效果。 鞋头依然是AirMesh网页,增加了脉络状的热线和材料,两侧的皮质鞋带孔预言伸直底部的网格结合,加强包裹性,视觉上也更有动感。 终底设计了透气系统,X10的橡胶耐磨性不错美金龙Mizuno男款减震跑步鞋,预言6Prophe 1398元Prophecy期群长的Infinity with缓震板,以及到底基本可以说是延续了5的设计,性能方面升级不大。 而主要的升级6代放在了鞋面上,首先,科技还是那些科技,Dynamotion Fit系统配合AirMesh鞋面提供舒适的的包裹,以及出色的透气性能。 不过6代的鞋面整体感官上就比5代更具流线型,也更具美感。